有意从事学术工作的国人将有更多选择 新加坡学术和研究人才发展计划进一步扩大 除了原有的四所大学 也涵盖另外两所本地大学 新越社科大学和新加坡理工大学 这将让更多国人把学术研究应用到世界 教育部长陈振生表示 栽培学术专才可以推进创新和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他在新加坡学术和研究人才发展计划 奖学金颁奖礼上也指出 在评估学者的贡献室 教育部关注的并不是学者的论文 是否刊载在特定的学术期刊中 我们明白 从家的社会上的社会 新加坡可能是一个小和一样的例子 但这并不代表 能够进入这些文章 必须离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机会 也能够进入我们的一样的讨论 这些论文章 也能够进入其他世界的关注 今年共有23名国人 货办新加坡学术和研究人才发展计划奖学金 继续进行学术研究 奖学金自2015年设立以来 已经有超过185人获奖 打开掌